用trim去切英文的部分,不过中文就不ok 用subtitude去切中文,当然英文就不ok 所以你可以利用call的这个,去查询 它这个第一个字的内码是不是在127以内 如果是127以内,那表示是数字或英文 就是等于是,那我们这边把它当成英文 那所以判断的方法的话,我就利用什么 利用if来做逻辑判断,不过这个是粗浅的判断 可能还有一些地方还在注意一下 不过是基本上你可以满足基本上你的这相关的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比如说它如果大于127的话 那表示说它有可能是中文 因为有两个by什么,乘起来的话会是四万多 如果它大于127的话,那我用的方法就用subtitude 那反之就用twin,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因为subtitude的公式比较复杂 所以我的习惯啊,你可以先把这个公式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你再把它用贴的 这个逻辑,比如说大于127的话 那我用subtitude,如果你subtitude一次打不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先复制再贴过来 subtitude一样是A3,这个是空白取代的没有 三个参数 那反之的话,twin比较简单啦 所以你就打一个trim 然后呢,这边的话用A3 如果是,这个是为tru,所以会跑这个 反之的话,如果它是那个英文的话 那会跑这个逻辑,按确定的话 上下填满 基本上,这个它不会全部像这个就错了 那Sony,这个Sony好像也... 不过它只把它当成是英文 所以它还是会把那个Y也空下来 HiNet,那远传电信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啦,OK 那我又把刚刚的画面 如果未来有一些,可能原来没有 不过原来版本好处是随时可以把它加上去 内码表在这里 OK,那还有我们刚刚的综合练习的完整的程式 这个公式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做的过程当中发生错误 没关系 你可以Ctrl-C 你就切过来之后呢 也许你可以先在这边把它Ctrl-V贴上 当然你做,不过它这个好像有换行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你把它退一下 打勾的话呢,做出来也会跟我的一模一样 OK,如果你刚刚做 那如果实在是查不出原因 比如你刚刚做错了 那没关系啊,你可以拿你原来的 跟我的笔一下就知道了嘛 可以查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用REPT加LEN 可是呢,我们刚刚讲过,你可以用Test 所以Test的话,假设我不要用REPT加LEN 这个方法好像有点麻烦 如果我用Test的话,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后面 再串一个Test 那怎么怎么串呢,不就是这样呢 这个点这边Test 或者是其他函数你可以找文字 Test里面呢 那我的Value在哪里? Value在区码84 可是我要变四个,怎么办呢 一样嘛,你就这边 双引号,000 双引号,这个要双引号自己打 如果你没打双引号的话,它不会帮你产生084 确定再加一痕 再加一痕就不用 你说这个,这个再加一个一杠 这个可以删,对啊,这样也是可以啦 因为它这边等于是多一个 好,这个也是方法,OK 好,那先用这个好了,OK 按确定 那后面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吧 反正就是把这个一样复制 再贴上 这个地方一样改成H4 打勾,OK 结果就做完了 那相对的当然,两个比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方法似乎会简单许多 而且Test其实它的概念 其实就类似像在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这个制定的格式 所以里面的格式只要制定的出来 一样可以把它放在Test 差别是说 这个地方用格式做出来的 它只会影响格式 外面看到的 但是里面的资料呢 它还是原来的数字 不会变成文字 如果你要真的变成文字的话 就要用函数 去做那个动作 OK,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用Test方法 两个地方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往前再迈进 因为这个刚刚第一种方法 虽然已经算是快的 可是还是要做很多事 那如果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建议你怎么样 可以变成什么 这样的方式 或者是说呢 第二个VBL 第二种形式是制定函数 就是这边可以产生 那这个怎么做呢 请记得 等一下你们要先 设定一个东西 叫做开发人员 这个标签 那特别注意 这个开发人员标签 预设的时候 是不会出现的 也就是说呢 你们现在的环境里面 应该是不会看到开发人员 所以呢 你必须要先把开发人员 给叫出来 所以第一个 在哪边叫 这边有个机关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预设不会打勾 请你把它打勾 OK 不过你打勾的时候 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你打勾之后 按确定 你就要开始做 开发人员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等于你的那个 Level 就向上跳一级了 本来你可能是上班族 现在工业4.0 你可能还停留在上班族 不知道几点 2.0 3.0 你可能要再跳 上班族也要再提升起来 才有办法应付 未来企业的需求 不过很多人 其实为什么感觉到每天都很疲劳 其实有的就是 关键还是在 你的专业跟你的技能 如果不足以应付 你工作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你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那相反的 如果你的技能 已经要进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感觉 所有的工作对你来说 都是 什么 小拆叠 或者 OK 反正就是意思 就是很简单的意思 那你会感觉 工作其实是很愉快的事情 OK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了解这个道理 我慢慢可以体会到这个道理 因为其实最关键还是 你必须要能够在技能上面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等一下你打勾的时候 我打勾感觉会很沉重 不过也不用耐心 我们这个课程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让各位学的 至少是比较不用那么的费力 OK和确定 那待会再来看 开发人员 这边有个video basic 点进来就是这东西 那里面有什么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 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把那个 刚刚 我们的那个 综合练习 也许就是先 前面的那个函数的使用方式 还有逻辑 先厘清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把刚刚的 类似的这个做法 换一个方式 也许就用VBA 然后VBA的两种形式 不外乎就是一个按钮 加上一个 制定函数 好 好 谢谢大家